时隔九年,俄罗斯终于拿下马林卡,没想到俄军反倒上火了。 说来这马林卡其实只是一块弹丸之地,不但面积小,而且也没什么资源。 然而偏偏是这样一个乌克兰小镇,反倒成了俄乌过去交锋的前线,俄军甚至为此苦恼了九年之久。 因此,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,两国的冲突早就有迹可循。 可就算是把时间推到九年前,也并非两者矛盾的起点,毕竟他们的羁绊都快溶进血脉里了。 俄乌为什么矛盾不断?他们的纷争究竟起于何时?又能否有彻底落幕的那一天呢? 点个关注,一起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恩怨情仇。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势同水火,但是如果往根上追溯,他们其实都是东斯拉夫民族的后代。 公元九世纪,他们共同的祖先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基辅罗斯。 后来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还迎娶了败战亭帝国的安娜公主,把基督教带入了东欧平原。 时至今日,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,他们国内依然把基督教的重要分支、东正教作为主要信仰,从这也能看出他们的同宗同源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基辅罗斯却走上了圣机而衰的绝路。 蒙古西征大军阻断基辅罗斯发展进程的同时,也给两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。 那是13世纪左右,东北部的基辅罗斯成为蒙古大汉的附庸,只能作为金仗韩国的蜀国而存在,并且逐步演变成了如今的俄罗斯民族。 但蒙古人对位于基辅罗斯西南部的乌克兰却边长莫及,这里则变成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的天下。 1569年,两个霸占乌克兰政权的侵略者共同建立了波兰共和国,其地盘则几乎覆盖了现在乌克兰的全部领土。 可怜乌克兰人此后在自己的家园上却遭到了非人的奴役。 波兰共和国也只知道维护本国贵族的利益,强行占有了乌克兰的大片肥沃土地。 乌克兰土著反倒沦为大庄园的农奴,就连开垦荒地和进入城市都要受到限制,甚至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。 这也导致乌克兰人逐渐生出了反抗情绪,从17世纪早期开始,乌克兰境内反对波兰殖民统治的起义就接连不断。 与此同时,俄罗斯民族却建立起来了强大的沙皇俄国,这让乌克兰艳羡不已。 更重要的是,此前数次起义的失败让乌克兰人明白,他们想要民族独立就必须寻求盟友的帮助。 可那时乌克兰与附近的土耳其、克里米亚韩国关系复杂,其余邻国也大多与波兰交好,根本没有值得乌克兰信任的盟友。 于是权衡利弊以后,乌克兰当时的反波兰起义军首领赫迈尼茨基最终选择与沙俄结盟。 1654年初,他代表乌克兰接受了来自沙俄的统治和保护。 双方签订是关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,以后,乌克兰终于摆脱了波兰的控制,重新与俄罗斯民族站在了一起。 随之而来的是,乌克兰成为了沙皇俄国的一部分。 但按照协议的规定,乌克兰除了要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以外,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力。 从条约规定来看,沙皇俄国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仗义的,宛如是乌克兰民族的天神一样,几乎不求回报地给他们带去了独立与解放。 但后来乌克兰学者却认为,当时乌克兰选择与沙皇合作,无异于溺水中的人得到了救生圈,因为他们暂时获救后面临的却是未卜的将来。 那么与沙俄结盟以后,等待乌克兰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呢? 俄乌前线传回新消息,马林卡被俄罗斯收入囊中,俄军为何不高兴?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离以后,乌克兰在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重新与俄罗斯合并。 可惜独自发展了上百年,俄罗斯与乌克兰早已不可能亲如一家了,就像那破景难重圆。 对于乌克兰来讲,他们之所以选择与沙皇俄国合作,无非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,并不是想换一个主子那么简单。 可是到了沙皇俄国那里,他们认为与乌克兰的合作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利益,所以乌克兰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,甚至甘愿臣服才是。 这完全背离了乌克兰当初求合作的初衷,而且涉及到的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。 在这样的矛盾中,双方也不可能真正和平共处。 尤其沙皇俄国本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否则也不至于东南西北的四处征战扩张,生生把自己打成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。 一而双方达成协议以后,沙皇俄国只在表面上消停了几年,就开始妄图取消乌克兰的自治权。 哪怕做了不符合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事,沙俄也没有丝毫顾忌。 进入18世纪以后,沙俄当时的皇帝彼得一世,更是借着与瑞典打北方战争的机会,以做战略部署为借口,完全忽视了乌克兰民众的利益。 而且,沙俄在瑞典那里受缩以后,乌克兰为了防止瑞典顺势入侵乌克兰,提出让沙俄行驶保护他们的义务,这一合理诉求也遭到了沙俄的回举。 这更是激起了乌克兰国内的不满,毕竟当年他们决定沙俄合并,也是为了国家安全能有个保障。 可现在却成了沙俄为了扩张惹了祸事,非但没赶紧指割西红,反而还让乌克兰差点受了连累,乌克兰认为世上根本不该有这样的荒唐事。 于是乌克兰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反水到了瑞典阵营里,要与瑞典一起来反对恒征暴敛的沙俄。 谁料乌克兰和瑞典加起来也不是沙俄的对手,北方战争最终以沙俄凯旋而告终,不但瑞典因此走向衰退,乌克兰的自治权也遭到了大规模削减。 他直接下令成立常驻于乌克兰的小俄罗斯衙门,往乌克兰派了六名俄国军官和一名检察官。 这些人到乌克兰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控制兼乌克兰内部的重要权力运转。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,乌克兰逐渐竟然与沙俄的普通行省无异了。 当时乌克兰的领袖斯科罗帕斯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,他非常清楚沙俄已经完全背离了当年的协议,并且试图改变彼得的决定。 只可惜乌克兰国力远不如沙俄,彼得根本不会领会乌克兰微弱的请求声,最终斯科罗帕斯基只能在忧郁中走完了余生。 此后乌克兰的命运如何,基本全看俄国崩平的局势。 遇上喜欢乌克兰的沙皇,乌克兰就能有些自治权,但赶上厌恶乌克兰自治的沙皇,乌克兰只能自求多福。 例如1750年,女皇伊丽莎白·伊万诺夫纳执政时,乌克兰就得到了些许自治权,而且沙俄很少会干涉乌克兰的内政。 可这并不是因为女皇认为乌克兰可以自治,而只是因为当时乌克兰的掌权人是女皇宠臣的哥哥,乌克兰完全是靠裙带关系才能维持住基本的自治。 但到了叶卡捷林的二世时,乌克兰彻底没了自治的可能性,因为这位女皇不喜欢乌克兰人,更容忍不了乌克兰自治。 从制度上废除了乌克兰自治后,女皇依然感到不满意,还要从语言与思想、教育乃至宗教等各方面抹杀乌克兰的独立性。 这样的行刑是作风,基本与当年的波兰如出一辙。 可这回乌克兰还没来得及寻求民族独立,整个沙俄就走向了覆灭。 那么,混乱后的乌克兰又将走向何方呢? 历经九年,终于拿下马林卡,俄军却不高兴,原因为何? 古往今来,乌克兰作为多欧国家都处在亚欧争锋的交汇点上,再加上其国内土壤肥沃,资源丰富,更是成了让各国眼馋的大肥肉。 因此1917年2月革命后,沙俄虽然没了,但是此后数年里,乌克兰比之前更加混乱。 德国、奥匈帝国、苏俄、波兰以及协约国等的军队都到访过乌克兰境内。 乌克兰上下都被战争搞得苦不堪言,所有人都希望能有外部力量帮他们实现民族独立。 可是所有外部势力想的都是如何控制乌克兰,绝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。 直到1922年,乌克兰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,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。 这下,乌克兰又与俄罗斯纠缠到了一起,他们都成了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然而时至今日,双方依然对苏联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争论不休。 众所周知,苏联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工业发展成就,是牺牲农业利益换来的。 偏偏乌克兰在农业上有着天然优势,但俄罗斯却是苏联发展工业的主要获益者。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出口粮食,用以换取外汇补贴工业,苏联曾残酷而粗暴地在乌克兰大规模争购粮食,但给的钱却连成本都合不上。 说来乌克兰人也是真倒霉,年年埋头苦干成果却几乎都是国家的,遇上年景不好,还要遭逢饥荒,农民的苦日子根本忘不到头。 可踩着农业发展出来的工业成果却不属于乌克兰民众,大部分都被面积更大的俄罗斯享用了,这更是让乌克兰难以忍受。 因而1991年苏联分崩离析以后,乌克兰顺势摆脱束缚成为了独立的国家,彻底与俄罗斯划清了界限。 其实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不少遗产,如果好好发展也不会过得太差。 乌克兰完全可以与俄罗斯做做生意,充当俄罗斯连接欧洲的桥梁并且从中牟利。 可乌克兰就是不愿意这样做,他们恨不得与俄罗斯老死不相往来,放着临近的俄罗斯不合作,非要死命往欧盟里面紧。 尤其控制政治经济大权的那些人,他们根本不顾乌克兰底层,尤其是乌克兰东部人口的利益,竭力压榨着明知明高。 然而乌克兰的行为在西欧强国和美国眼里,却无异于跳梁小丑。 传统的欧美强国根本不是真心与乌克兰为伍,只是把乌克兰当成遏制俄罗斯的工具而已。 这也搞得乌克兰政府里外不是人,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接连不断地掀起了反政府的狂潮。 再加上乌克兰东部本就更亲近俄罗斯,这更是加剧了乌克兰内部的爆炸风险。 乌克兰政府自然察觉到了东部地区的异动,但他们依然不知安抚自行,只是企图以武力镇压一心,乌克兰内战因此一触即发。 其实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俄罗斯,对于乌克兰的内乱都有种乐见其成的心态,毕竟乌克兰越乱,这些外部势力就越有可能坐收渔翁之力。 乌克兰东部地区也不出意外地与俄罗斯结盟,克里米亚半岛的纷争随之开启。 当年这里是沙俄的一部分,虽然苏联后来把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,但是俄罗斯一直占据着克里米亚的实际控制权。 双方各自一词,最终克里米亚在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,成功从乌克兰独立出来,并且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,只是乌克兰不愿意承认这件事。 随后俄乌关系降至冰点,也是从那时起,如今的俄乌冲突就已经露出了马脚。 而马林卡作为乌克兰东部城市,同样是自此以后就成了双方争夺的要点。 一方面乌克兰致力于把这里建成防御要塞,修建了大量掩体和地下通道,临近的顿涅磁客室因此苦不堪言。 另外一方面,俄罗斯也企图彻底拿下马林卡,进而突破乌克兰的防线,把战线往乌克兰国内推进。 这一打竟然就是九年多,前些天俄罗斯才费尽千辛万苦,从乌克兰手里抢下了马林卡,其中艰辛恐怕只有俄军知晓,只是苦战过后胜者也未必有多高兴。 然而旷日持久的马林卡争夺战结束以后,俄乌战争将走向何方却无人能够预料,一如当年乌克兰无法预料与沙俄合作后的种种。 无论如何,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,毕竟炮火下的普通民众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。